你了会有是有的蜜糖 临山临水 雾华天榜 怀着对自然山水以及海洋的无限渴望 我从2500多公里的美甸家乡 来到福建求雪 而我所在的城市 是有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东方第一大港美意的泉州 每到暮色深深 这座七年古城 就在灯火人生的焦香辉映下 更加光彩照亮 在明两年 我曾听说过男鹰这项飞影艺术 却从未现场听过 接触过 如今 它就这样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 向我展示着中国音乐的万般风情 旋馆之声 不断地在脑海中环绕 借着如水月色在我的心里折射出一个续绿灵雅的身形 哇 这就是泉州当时作为海洋贸易第一大港的海上航线图 从这些遥远的称调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贸易的繁荣 不知道当时的水手会哼几句男鹰来排遣远途的寂寞吗 我得赶紧上楼请教老师 男鹰汇集了圣堂以来 中延雅跃的精华 后来又吸取了原曲的特长 千百年来 无论是乔迁 满月酒 还是地结姻缘 男鹰就借助于无数的歌郎艺人 传遍了夜宴的灯火楼台 早早成为泉州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怎么样 今天一天下来感觉如何 我们要验收成果咯 好紧张啊 老鹰走过的既往岁月 以其独特的泉州韵味 长旧市民生活里的洋春白雪 八百多年前的商船 早已随着时光的海洋驶向远方 唯有男婴伴随着泉州人的大小庆典 从唐宋一直远到了今天 作为一名留学生 我对中国又多了许多震撼与期待 洋洋华夏五千年 不知道还有多少规律的艺术 在等着我的体验 趁着这旋律的翅膀 希望中国男婴能借着海四的东风 将唐宋一想 吹向世界的各个角落